白练千锤一根针 一颠一倒不上行 眼睛长在屁股上 只认一观不认人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是 清朝才子文英江所创作的一首诗词永珍 经过千百般的锤练 才能打造出一根针 一阵一反的在布皮上来回穿行 随着那针的眼睛却长在屁股上 责任的衣服 帽子 却认不得人 这是一首旧无欲人的勇物讽刺诗 写的是借用冯一针来讽刺那些质量的华丽外表 追逐钱财却不认人的势力小人 全是会写幽默 富有幽默感 语言简念 虽是白话 却也暗含生意 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 也能让人深思 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冯一针 并没写任何一次有提到讽刺的是哪类人 但却能让读者一眼就明白这首诗讽刺的是哪类人 句句写真 却句句骂的是人 运用这种安放的修辞手法 让人无法反驳 这也是这首诗的绝妙之处 诗的第一句白练千锤一根针是写真成型的过程 正所谓铁杆磨成针 这一句有异语双冠之意 针自然是白练千锤而来 但是小人又何尝不诗呢 他们也不是一处而就的 也是需要千锤白练的 经过长时间在市井间察言观色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残人逐渐练出一双势利眼 第二句定一倒不上行是用针缝一诗的动作 用真实的手诗正好就是一上一下来回穿影 这一句也是有着一语双冠之意 骂的是那些颠倒黑白 云木混住的小人 在这里不得不说文英江的观察真的很细致 这隐喻用的十分巧妙 不仅贴合现实 讽刺的也格外恰当 手法新颖 也值得玩味 第三句眼睛长在屁股上这一句 虽然看上去有点粗俗 但这却也是在直白不过了 你可以说他骂人吗 其实并不能 因为真的眼睛的却长在屁股上 声孔确实是在真的一头 并不是作者无中生有 作者在这边骂的是那些不以事实说话的人 作者用这比喻不只贴合 而且还会令人捧腹大笑 最后一句直认衣冠不认人 这一句是全市的点睛之笔 真本来就是用来缝补衣冠 不会管这一关的主人是谁 直认衣不认人就是真的特性 这一点和那些小人一样 他们见到穿着华丽高贵的人 就会低头哈腰 见到穿着简单朴素的人 就会仗势欺人 全凭借他人的外貌衣着 来判断一个人的贵贱 纯手诗写的十分接地气 比喻也贴切下当 更关键的是这手诗 以一种幽默工序的方式 在达成他的真正目的 而不是用严肃的谩骂方式 这也让我们了解了 什么是真正的骂人不带张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老爷来了吗 这就是那活活有名的温老爷 兄弟 你就别和我开玩笑了 这人怎么可能死 哪位和和游名的温老爷 我没和你开玩笑 这人真的就是那位 活活有名的温老爷 你这里就是那位 和和游名的温老爷 听说温老爷 可以处够成长 那请你给我做一首试吧 白练千锤一根针 一跌一倒不上行 眼睛长在屁股上 只认一观不认人 由此可见 人们在大多情况下 都只会关注外表 而这就是视力眼的一种表现 文英将玩而一笑 杀石打开思路 联想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缝一针 并以针来仿视这种现象 不得不佩服文英将在面对如此尴尬局面时 还能从容面对 私信诱发 感慨地引出了这首诗 将那些只根据外表判断人的好坏 而不注重内在的 视力小人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写趣十足的讽刺诗 展现了文英将高超的文学水平 多一分显得太过 少一分却又不解气 这首诗恰到好处地将那些屈言覆试 仗势欺人的视力眼骂得体无完肤 这可以说是视力小人被骂得最惨的一次了 堪穿是讽刺诗歌的经典作之一 后来 哲联一关不认人 也成为了讽刺那些视力小人的专用语 另外 关于文英将在史书中的记载也非常有趣 文英将生活在清代统治年间 尽管少年时期家境贫困 但他依然发奋读书 成为当时低名的成绩当过拔账 拔账是清朝政府沿袭明朝制度 选举共生的制度 由各省学成于通省深远内进行考试 在考取一 二等之深远内严格选文型兼优者 选送入国子鉴 称之为拔账 他还承受官吏不入室 清朝灭亡后 他回乡隐居 以交书卖文和重田为生 文英建议一生清苦 却秉性孤傲 诙谐放荡 不被名叫 带有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因此有一个外号叫滑稽文人 他的诗文十分出色 但他的字却极其丑陋 有着文盖通常 字丑八线的评价 可以说他是当时清代字写的最差的材质了 除了字差 文英将还有一大特点 那就是尖酸刻薄 是当时有名的毒蛇才子 他平时行事作风放荡不羁 作文说话都幽默调侃 料去横生 他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敢骂 对那些看不惯的人害现象 尤其是对奴言必息 屈言富士之人生恶痛绝 常以嬉笑怒骂 讽刺挖骨等方式对待他们 所有时人都称呼他为文马子 就因为有他 那只要遇到不平事就写上几句 骂上几句的性格 所以便有了今天这首永生 如果以后遇上这种情况 这时就可以对那人说 哇 你很真哦 这样那人听得不但不会生气 而且人家还会和你说谢谢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罗